真想把自己的拍牙照表 世界好快 我快要點到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身穿反光背心 化身清潔隊員 在演員呂少奇的帶領下跳起劇中舞蹈 還擺出招牌抓頭動作 疑惑自己怎麼會接下音樂劇演出 柯文哲說自己是被騙來的 幕僚跟他說不要緊 但他覺得不是不要緊而是很危險 剛剛看你就是在音樂上 其實跟得還蠻好的 沒有落拍得很嚴重 那有沒有練 是有特別下功夫練習嗎 我今天幾點來的 今天兩點鐘到 然後拍照錄影到兩點半 然後他說現在給你幾分鐘練習 十分鐘 舞台劇嘛 這戴佩霞的專長 不過我們這是玩票性子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是被騙來的 哈哈哈哈 我進來就跟我的幕僚說不要緊 我說騙來就好像不是 不是不要緊很危險的樣子 哈哈哈哈 沛小姐跟主席合作有什麼感想 很有趣啊 很有趣啊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 我啦都是從電視上看到 科皮的嘛 現在我可以從旁邊觀察 那接下來的這個旅程 我覺得會是非常有趣的旅程 因為我們從報紙上啦 電視上看到那麼多人在談它 現在我們倒是真的就在旁邊親眼看看 是怎麼樣 所以充滿了期待 然後我一直很欣賞它幽默的部分 有很多時候可能電視上比較不容易看到 接下來我想我們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看到它有趣的那個部分 因為他做自己 他做自己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他都不太看人的眼睛嘛 所以他反正自己走自己的 自己看自己的方向 我們大家就看他就好啦 所以我充滿期待 不要太多跳舞就可以 還有那個唱歌齁 我看還是對嘴他們 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上現場 我們都是現場 那你要那個卡拉OK練習帶給我 沒問題 沒問題 好啦就這樣 這個要先聲明 票房不好不要怪我 不會不好 他是要來扛票房的 好啦好啦 可以下班嗎 對了 再多兩個月啊 我們房子就要拆了 你放些你們那些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回來整理一下 什麼 全部丟掉 欸 你會不會再不珍惜了 我大聲 我哪裡有大聲啊 欸 喂 快點 編導謝念祖表示 音樂劇《倒垃圾》是從台灣特有景象 民眾追著垃圾車的想法出發 延伸到當人們面對心中的斷捨離該如何抉擇 劇中賴佩霞挑戰強勢母親角色 詮釋現代台灣許多長輩 因兒女在外打拼 無法時常見面 在倔強強勢性格背後 其實有著深層的孤獨感 謝念祖也表示 站在劇團立場 希望透過跟不同政治人物合作 讓他們看見劇場生態面臨的問題 劇團其實在整個社會當中算小眾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人參與 能夠讓大家更多的認識劇場 然後也更多的瞭解我們想要跟大家講的議題 那之前我們有演出戲叫做《成像啟風》了 是講網軍的 所以我們就找了四個女性的政治人物 有國民黨的巧欣 民進黨的黃傑 還有黃傑那時候是五黨籍啦 民眾黨的發言人千秦 對還有民進黨的謝子函 對然後一起共同的演出 然後演出的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我們這次在加演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我們該找什麼樣子的人 來讓倒垃圾這件事情 都更這件事情 能夠更多的被社會關注 然後我們後來去 有一次就是跟千秦約吃飯 民眾黨發言人千秦吃飯 就聊著聊著 他就問我們說 那你為什麼不找柯皮 我們想說這 可以嗎 這可能嗎 他schedule這麼忙 怎麼可能 你們可以試試看啊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可以去問問看啊 我們說喔好啊當然好啊 就去問 然後問了之後 他說欸 那個黨部覺得 這個點子還蠻有趣的 對 然後他們會好好的認真商量 討論這件事情 就討論了好一陣子 都沒有給我們回覆 對好幾個禮拜過去了 然後後來我們跟佩霞姐 要上一個通告 就在華山這旁邊的一家咖啡廳 我們就講這件事情 佩霞姐說這點子很好啊 一定要想辦法 他就把手機拿起來 直接打給機要 機要在這邊 然後他說欸這個點子很好 然後我們就 他們又再隔一週 我們又得到確定的訊息說 柯皮願意參加我們的演出 對 然後 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參加音樂劇的演出 對 那我們其實並不緊張 他的幕僚比較緊張 對 那今天 剛才比較早到的媒體記者 有看到他在排練 這是他第一次排練 對 因為我們上一次 成像起風的時候 也是先讓這四個女生 女團 就是排練了 兩個小時吧 差不多 他們比較久 對對對對對 就跳給大家看 看完之後 那個 一露出之後呢 下面一排都罵神 說跳這麼爛 這個劇團是不想活了嗎 但沒想到演出的時候 他們跳的四個表現都非常好 非常好 全民大劇團音樂劇 刀垃圾第三度加演巡迴 將於4月26日到28日 在台北藝文推廣處 城市舞台演出 6月1日在高雄文化中心智德堂 9月14、15日 則是在台中中山堂演出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看你的右手邊